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,父母给予我厚望,但是,自从考上高中的那个暑假,看了一本从小伙伴那里借来的色情书籍以后,整个人就变了,脑子里整天翻腾着黄色的镜头。 直到上了高中开始首音,自己也借过,但总是断断续续。 从那时候开始,到现在,生活越来越坎坷,整天神经兮兮,脸色蜡黄,两眼无神,人际关系很差,人见人厌,考大学考了两次,考研究生考了好几次才成功。 还有慢性鼻炎,相当痛苦,整天疑神疑鬼,跟自己过不去。 自从上了借鞋引网站,看了很多网友的帖子,看了他们的真心发露,才回悟过来,才坚决认真地戒掉了这个恶习。 自己的一些经历和一些网友们的经历一对照,总结起来,首音的人,一般有以下特点。 身有意味,自卑,尤其是在女生面前,精神萎靡不振,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,胆小怕事,脑子不好时,消减功名,减少聪明才智,人际关系很差,定力很差,记忆力下降,做事犹犹豫豫,思维迟钝,身患一些顽固的慢性疾病。 比如说本人的慢性鼻炎,经常被骗,老丢东西,破财。 自从见了首音以后,我整个人变化很大,无论是从气色上,身体上,还是学业上,人际关系上,等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好转,我每天都像在过年一样。 其中,困扰我很久的慢性鼻炎病情也好多了,三七医生告诉我,首音和慢性鼻炎病情的加重有直接关系,因为首音所导致的肾气的严重亏损会导致慢性鼻炎病情的加重,下损而不能上达。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一些无知至极的话,适量的首音没有关系,这是大大的错误,说这种话的人将来肯定会有恶报的,因为这些话误导了众生。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,告诉大家,有则改之,而且是立马忏悔过错,立马改之,无则加勉。 总结自己戒掉SY快六年的经验。 一,首康宝剑白话上所说的剑淫十三法是我们剑邪淫的必备指南,上演所说的一定要条条落实,必有很好的效果。 二,尽量速食,这个很重要。 三,远离色情东西,没有正经事情尽量不要上网,网上随处可见暧昧色情图片,小说和视频,很多网友都是因为有意或者无意看了网上的色情信息而屡见屡犯的。 四,上街时管好自己的眼睛,不要看那些穿着打扮入室的女子,尤其是夏天尽量少上街,大家一定不要觉得看看没关系,须知小小的刺激的力量累积起来都会成为一座高山,到时候你也许爬都爬不过去了。 五,要经常祈求佛菩萨加持自己见邪淫,自力和佛力相结合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功效,这一点很重要,我们凡夫俗子,业障深重,烦恼习气很多,佛菩萨就像母亲一样,我们就是医押学部的小孩,没有母亲的护士,我们肯定会摔得头破血流的。 有了母亲的护士,我们才会健康茁壮成长,我的经验是求观音菩萨加倍自己见邪淫有其效,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 六,多念佛诵经。 七,多行善事,广积因德,多放生,很多见邪淫网的网友反映多做善事之后,往往比较容易管住自己。 八,一定要认识到,义银的危害和手银一样大,借手银和借义银相结合才可以收到好功效,我的经验感觉念佛是对质义银的最好方法。 九,长修不敬观,或者印光大师教我们的观想蛇吞根法,或者白骨观,这个方法很对质。 十,经常读诵地藏经抄拔怨亲债主,为什么借邪银屡借屡饭,其中也有自己的怨亲债主在起作用,强烈建议大家到山西小院打地藏漆,就会明白了,这个很重要很重要,大家千万不要忽视。 十一,大悲似的妙想法师说,少吃,尽量过五步时,可以帮助我们借邪银,有助于实现。 这一点我还是前一段时间才看到的,我现在正在体验,有机会再向大家汇报。 以上是我的个人感受和经历,仅供大家参考。 人生之路坎坎,借邪银路上,愿与所有借邪银的网友们共勉。 关键词 关键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